我感觉平时的时候 他也挺会关心人的 就那一次 我上夜班回来的 晚点下雨 都没回来 怕我临着 还拿着帅去接我 那次也虽然是不大 我感觉挺感动的 他脱了他衣服 给我皮上怕我感冒了 可能很多人 听了这样一个故事以后 会用骗这样的一些字眼 去为他做定义 但是呢 我通过书星的一些描述 我觉得他们两人之间 是也许有感情的 如果这个男孩子 这么的有心计 如果他真正的在经营 或者是说在运用骗术 就为了几万块钱 他用不着 一去不返 况且 对于这样的一个 善良的姑娘来说 她可以一二再 再二三的骗 所以她没有必要这样 所以我相信 也许是真的 其实我觉得这位男生 他应该最早就是 以一个保险经理的外壳 然后来接近你 那是他最初的一个 想骗你的一个身份 但是他跟你接触之后呢 可能真的是爱过你 但是我很短暂 然后在他的利益 他想要的钱面前 他还是选择 他要他想要的钱 而不是你 比我有钱的 那富婆也多了去了是吧 要说年轻的那个美女 也有很多到处都是 你是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让他可图的 对呀 我又不是富婆 我又不是很有钱的人 就是如果他要骗的话 他也不会骗您 就是经济条件 不是特别好 关键是有一点 你说他也给你送过衣服 也给你送过伞 也给你做过吃的 我觉得他也可能是 对你有一些感情担任 我老是担心 我怕他是不是有什么意外了 这段时间没有联系到他 我怕他真的是 有什么别的事 有意外吗 我不知道到底他出了什么事 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 高尚是高尚者的牧志明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你站在哪一头 你就会想相同的问题 你们会想他可能相当受骗 他在想他可能在受难 他是真心地爱着他 也许我们不能够理解 我们说他傻 你是真傻 我们也希望他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呢 架不住事实到底是怎样 我们当然希望他是真爱你 但如果刚才嘉宾的预料 不幸成真 你会怎么做 不可能 确实不可能 我相信他应该会来的